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天浑水摸鱼的人 一辈子也就是个壮忠的和尚沉默的螺丝钉 把工作当成成长的人 永远在进步 永远在生耕 不仅享受了工作的乐趣 更能够获得别人无法弃及的成就 人生最大的浪费 在工作中混日子 心理学上有一个慢马定律 两匹马各自拉着一辆货车 一匹马迈力地往前走 另外一匹马在后面慢悠悠地跟着 主人着急了 就把后面慢马拉的货物 搬了一些到快马上 妈妈很高兴 走得更慢了 还暗自得意 活该快马受累 看我多舒服 后来主人把慢马拉的货物 全都搬到了快马的车上 把慢马送进了屠宰场 慢马定律告诉我们 如果你没有了价值 那就离淘汰不远了 大林在一家设计公司上班 一次跟同事闲聊的时候 发现和自己一同进公司的员工 都涨了工资 只有自己没涨 大林非常憋屈 觉得公司对自己太不公平了 他找到公司领导诉说委屈 但领导的一句话 让他无言以对 别人都在努力提升自己 设计的成果受到很多大客户的认可 你跟他们比 这几年都做出过哪些成绩 原来 大林一直都在工作中混日子 而能力还在原地踏步 平时上班 大林没事就去厕所抽烟 对着电脑刷手机 时间一到 直接打卡走人 从不加班 有时候需要紧急加班改图 他都找理由推妥 要么家里有事 要么身体抱养 把领导气得不行 说他两句 他还觉得领导针对他不服气地说 就那点工资 还好意思让我加班 鉴于大林的工作态度 领导也不愿意给他安排重要的工作 只让他负责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他还沾沾自喜工作的轻松 可结果就是 当初一起入职的同事 工资和岗位都上了几个台阶 而他只能在原地 望洋兴叹 著名企业家 道圣和夫说 一个人对待工作的态度 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 有的人对工作敷衍了事 得过且过 下班就庆幸 又混了一天 混了几年才发现 只有工灵的增长 没有能力的提升 被社会淘汰时措手不及 有的人却兢兢业业 对工作认真负责 不断积累经验 提升工作能力 拓宽视野格局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便能一飞成天 实现人生的跨越 人生最大的自觉 就是不在工作当中混日子 主动作为 好过被动听命 卡奈奇曾说过 除非别人要他去做 否则绝不会主动做事的人 注定一事无成 凡是被动听命的人 也只会让自己 处在被动的位置 唯有主动作为 才能谋得更长远的发展 毛永刚被招聘 进微软的时候 工作是负责做Word 当时他对Word 只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没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做 他试图跟美国总部沟通 可得到的答复却是 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做 最后 毛永刚根据自己 对产品的理解 充分研究用户的使用习惯 结合产品的设计初衷 不断地测试发现问题 通过自己的探索和努力 最终他出色地 完成了公司的任务 后来 毛永刚更是成为了 微软中国研发中心的 桌面应用部门经理 只有充分发挥 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才会实现 人生中的更多可能 电影 川普拉大的女王中 安迪的梦想 是成为报社的记者 但他没有找到实习岗位 无奈去了时尚杂志社 去做主编助理 他非常不喜欢助理的工作 也接受不了顶头上司 米兰达的尖酸刻薄 他找同事抱怨工作难 上司难伺候 自己很委屈 同事不满地对他说 现实一点 你根本没有在努力 你只是在抱怨 很多人热爱这个工作 而你是被迫的 你要清醒点 这句话点醒了安迪 他开始认真地 对待助理的工作 他不仅成功瘦身 还主动学习搭配 时尚服饰 从此审美 有了质的飞跃 惊艳了整个杂志社 他尽最大的努力 去配合上司的工作 米兰达的一个电话 他随叫随到 满足上司的一切要求 他不断学习 众多时尚品牌 和设计师的名字 都能脱口而出 甚至可以提醒米兰达 都没想到的事物 从最初的 被动的接受任务 到主动接受 全身心投入工作中 安迪快速成长 很快成为第一助理 还受到了严苛的 米兰达的赏识 带他去巴黎 参加时装秀 最后 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加上米兰达的推荐 如愿进入报社当记者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梦想 要靠自己成全 人生 要靠自己圆满 格局一书当中说 主动做事的收益 或许不会在一两天内 显现出来 但是长期坚持下来 主动做事的人 就能和其他人 拉开距离 被动听命 浑浑噩噩地度过每一天 只会有 拔剑四顾 心茫然的迷惘 只有主动作为 积极地争取每一件事 人生才会直挂云帆 济沧海 点燃自己 才能发光发热 前微软战略合作总监 刘润曾说 如何判断一个人 是否有机会成功 看他能不能自然 自己点燃自己 充满激情 人的一生 就是一场不断努力 和持续成长的旅途 只有点燃自己 充满激情地去发光发热 才能让人生 闪闪发光 作家杨小米大学 刚毕业时 在三线小城 做培训机构的课程销售 他的业务能力非常强 不仅对课程优惠 机构优势非常了解 还仔细研究了 不同考试的学习重难点 了解学生真正的需求 同时 他还对老师的授课特点 如数佳珍 甚至离职六年后 他依然能记得 每个老师的个人风格 为了提升签单率 他时刻关注 公司群里公布的签单信息 主动向同事请教 承担经验 后来 即使他的业绩已经很好了 还每天认认真真打一百个电话 邀约家长到校 而其他同事 每个月才打几个电话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公司要求一周 写一篇工作总结 很多同事把这个当成工作 每次写一千多字 而他每篇都认认真真 写五千字以上 工作两年 他写了近一百篇工作总结 每篇都是对一周的总结和复盘 正是这种燃烧自己的做事风格 和强悍的执行力 让他快速成长 从底薪八百 做到月入过万 更是成为校区第一名的销售 外号 大胆杀手 没有人的成功 是等来的 一切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有人说 人生是一座可以采决 开拓的金矿 但总是因为人们的 勤奋程度不同 给予人们的回报 也不同 校友所成就 就必须成为一个 能够自我燃烧的人 努力让自己燃烧起来 永不满足于现状 热情洋溢地去工作 去生活 才能接受更大的挑战 追求更好的自己 道圣和夫说 真正厉害的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那就是属于自然型的人 他们从来不会在工作中混日子 也不会被动地听命 而是主动去争取 将自己的能量 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自然 是一个人难得的优秀品质 我们所处的时代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向前发展 对每个人的挑战 也在不断升级 若不自然 人生路便只有漆黑一片 只有点燃自己 去追求更加璀璨的人生 才会有 吹尽狂杀使道金的收获 愿我们 都能成为自然型的人 拼尽全力去燃烧自己 闪耀人生的逆袭之路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感谢各位的收听 祝您晚安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